今日跟大家分享一个曲折离奇的个案,客户于十多年前已破顶价追入一个大型上车屋远的单位。 当时顺利做到八成案揭,他在数年前更成功将单位加案套现百如万元。 一切看似很正常,怎料他近日想换楼?将单位放盘时,代理竟然说他们的单位是事故单位? 他白思不得其解,一直以来都听说事故单位是做不到忘记,为何他过去不单能申请高成数忘记,更能于银行做家案套现。 我们为客户向不同银行及股价行查询后发现,多间银行都未能为单位提供估值,即使有提供股价的银行,估值都较市价低近200万元。 银行亦向我们确认单位在事故单位名单内,在事故单位网易能找得到。 至于为何当年可以做忘记? 原来该单位事故发生在近20年前,由于当年网络资讯不太完整及发达, 所以银行及股价行一道走漏眼,而在客户做完家案之后一年,同在又发生不幸事故。 有传媒将当年来同类事故做了列表,在看到新闻整合后,才将这个单位加入名单上。 因此,现时客户想再将单位套现,不一定能获批。 最后,客户唯有暂时打烧卖楼念头,继续自住该单位了。 这个案想提醒大家几点,部分历史悠久的事故单位未必有记录, 甚至连银行、地产代理都未必知道曾出过事。 想稳妥一点,买楼前可先向老街坊。 报纸资料附搜寻有没有相关资料。 同时,如果业主在持有单位时过身,在楼契上会附有死亡症。 届时便可知道上手业主离世原因及地点。 但若是住客或租客于单位离世,便较难查证。 另外,事故单位放盘一般有折让。 落订前要特别留意银行股价。 如果股价不尋常地低,便要查询清楚。